還有一個月 北岸鼓勵三月十九 野馬祖市場要留在電區 為營運馬祖料金 租三省的大陸的泡河府 北岸上公司穿這堆市已經穿出蓋地了 現在看到的這個區塊 就是預計我們那個3月19、20號 北港鎮的一款叫做馬祖出行 繞進南方鞭炮我們炮穴 預計要存放在這裡 現在目的觀點就是 我們白沙圳馬祖 禮拜天到達北港的時候 他們所南方的鞭炮穴 我們穿給地區和穿起來 暫時先存在這裡 每年北岸馬祖出存料金 信土威流標示天使都會準備 大陸的泡河鞭炮 讓九斑起立泡 先為北岸第二的中國文化 但是雖然對馬祖全會形成 信土泡河是越來越多 近年上公司穿泡河府是穿到外套去 去年農曆的3月19、20號 這兩天北岸鼎所穿出來泡河座 泡穴差不多有200噸左右 再來民生空氣品質問題 是全民都非常重視的議題 透過各單位 都是對外來再做一個宣導 看今年我們鞭炮量能不能少一點 比去年還少 那鞭炮潮量除了大家歡迎 尤其探訪的氣壓山 新空氣污量的問題 並對電影眾到信書團出普遍的消息 北岸條天宮黨室都很關心 現在廟黨室會也說 我本來是已經四五點進入廟 結果現在都八九點 多兩天的八九點進入廟 冬風的方面就是要利用一些方式來控制 這鞭炮會來換地點和量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我們黨室會我們會盡量來配合 對處分年官消風教 搖和電風就開會議 討論改善對切 並且閉嘴部分拋得是關在心情請便要注意 如果是專業爆煮煙火高空煙火的部分 就要來申請 而且他釋放是要由專業的人員來釋放 那我們針對北岸 他主的釋放煙火這個情形 我們會宣導民眾 盡量少釋放爆煮煙火 如果他釋放專業煙火沒有來申請的部分 我們如果現場這個發現的話 我們可以把他沒入 而且跟他可以處罰 他處罰的金額有時候可以高達30萬到150萬元 這個改善北岸爺媽做的炮火龍 還要照顧到電風綜合文化營修 等開了電風綜合和廟部的地位 不僅就好有信眾多多配合 和這一年一度的綜合信批 有期待勞累也有好想尊重 記者的聲音差不多